第一次 那我就 不多說了 我就直接先借我動作 這沒有標凱題對不對 好 沒關係 那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三個主獎人 我的名字叫厚昌 那我目前是就讀國立中心大學森林熙四年級的學長 那剛剛聽的前面兩位 剛剛都講的其實非常的精彩 也讓我小弟我大開眼睛了 沒想到大樂大聲就這麼有為 我到大師才慢慢有體育的心情 他們在比我多早一兩年 都有這樣的一個起跑點 那今天我們要很感謝這個資源發展中心 他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來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借大家雙手也給他們鼓勵 那我們也可以給我們分享 對不對 這是以前沒有的 我必須誠實的這樣跟大家講 那他要我們把力邀我們 把這種我們歷經這樣的一個血尿的過程 還要痛苦跟回憶 要赤裸裸的跟大家分享 那是不是也要給等一下我們 我們來鼓勵一下 來後續的一個報告 給我一點勇氣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的分享 那其實我當時一接到電話的時候 邀請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比較擅長 所以要跑好我來講 那我比較擅長是這兩個 一個是前言跟一句 結果主管他這樣不太滿意 他希望說我多講一點 那我就覺得 在這15分鐘內必須要講完這些東西 其實是非常有困擾的 那我會盡我的一個能力呢 來做大家一個非常簡要的一個報告 那我個人就是學習 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一個武功 那我把它分為Inner跟Alger 那Inner的一個心法呢 我們就從前年開始講好了 那這邊有一年級的同學 兩位 三位 好 那很好 那其實我也想先跟大家投出一個報告影片的問題 就是 在高中進入大學以後 你們應該也都曾經 或是現場都有想過 欸 想不想要成績好 人緣好 然後又會晚 對不對 都有想過嘛 對不對 沒有錯 那我們就只要想就好了 如果想就可以成真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在那邊跟大家分享 因為前面的兩個已經是一個執行者 那就是說 我做啦 我已經認真做了 但為什麼還是跟成績沒有起色呢 這就是我自己在這個回憶的當中 我做的四點規劃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互動啦 不要大家不要太嚴肅 那我會希望大家一起講話 那我們就一起講 第一點 跟我一起說觀念不對 觀念不對 對 其實高中跟大學最大的一個差異 就是你會如果把高中的學習態度呢 動在大學的話 你會很辛苦 第一 一來沒有效率 二來你就猛撞式跟硬幹式的方式學習 其實對你的是一個非常困擾的 你不但沒有效率 而且你還接受填壓式的一個學習 那這是大學跟高中的最大的一個不同 第二 努力不夠 努力不夠 那你會說我觀念已經改了 那我是什麼問題 就是努力不夠 你所投入的一個心力的百分比呢 其實你在使用的時間上是不恰當的 所以造成說你的成績沒有起色 第三 方法不對 方法不對 前面兩個你都已經執行了 但是為什麼 你會說我也看了學長的筆記 或是學姐的一個筆記 我也看了考古題 可是我必須跟你講 草率打草率敷衍 看了那些筆記跟高古題 只是敷衍你的人生跟你敷衍你的自己 你真的有學到什麼東西 你自己最清楚 你到大四的時候 只要你遇到考試 你要複習的是一整年的東西 四年的東西 你到社會 是你一輩子最精華的東西 就是四年的東西 你能不能把它再帶出校門 那就是看你有沒有 腳踏實地的去做功夫 第四點 反應太慢 反應太慢 我們常聽到長輩 或是你們應該有聽過 教務長輝講說 BTS Bye Bye My School 他會說 常常會聽到說 大學是一個電堂 牛市的電堂 是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那其實我對我覺得說 大學是一個黃金的四年 如果你真的可以很開心的玩四年的話 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不但可以玩四年 還可以再多玩一年 我看是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呢 我引用Franklin 他是一個科學家 也是一個政治家 他在時間管理上是一個大師 他都曾經講到 成功與失敗呢 在你會不會運用的時間 就是你對你的未來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分水嶺 那其實我們現在大家都有做了一個選擇 你們今天選擇願意來 聽聽你們想要的東西 那你們已經在一個遊戲的一個競賽裡面 你們已經在開始起跑 那至於你怎麼選擇 我希望你們可以有好 從今天開始做一個認真的思考 那再短短四五分鐘內 其實要給你非常多的東西 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一定要有一個東西讓你帶回去 那也是前面兩個人 也給我印證了一句話 那就是這個字 愛 所有的一切 他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為愛 愛是一個有條件的愛 我分為兩點 第一 洞悉社會的一個動向及脈絡 進而改造環境 並且適應它 第二 全心全意的投入學期 以生命來換學 這就是我們在學期上的時候 一個態度 那講完心法 我就直接切入 那你們就直接切 到底有哪些事情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 或是我的觀念有哪些 有一些瑕疵 那我先從大家一個最討厭的字眼 叫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 到底為什麼那麼重要 從國小 國中一路講到現在 那我 大家都大學生 我們用一個比較推論式的 大家應該可以同意這個統計 如果生命是時間的累積 這應該可以同意這個問題嗎 那你浪費時間 其實就是一種慢性的諮詐 各位注意到了嗎 我們的生命只有使用權 並沒有所有權 所以你會不會善用你的時間 其實就是對待你的生命 是否真誠 那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時間的管理 只有15個字 有預算不窮 有計畫不忙 有原則不亂 那守重時間管理就是 你要是對自己誠實啊 你對你自己的時間 到底知道你今天 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可以送給大家一句話 這也是我常常對我自己講的 不要拿設定目標來欺騙自己 要拿實踐來激勵自己 我們常常會規劃說 我可以做好多事情 因為很多大人都說 我明天念就好了 或是我之後念 我以後想要做什麼 其實很多老師會給你一個夢 那那個夢很好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去做 有些老師講得很對 好像你會相信他 但是他其實是因為 他已經站在上面 他可以這樣去講 因為你不會變成第二個他 所以那實踐管理 其實我們都了解 短中長期要做嘛 今天做什麼 下個月要做什麼 畢業要做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智業跟學業是 智業跟職業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們會區分的話 你會發現到 找出你們自己的熱愛的東西 那我現在還想要問的是 第二點就是 現在會有起床折被子的 可以舉個下手 小手 很好很好 沒有折的沒有關係 我是希望大家 我們今天開始期念自己 早上開始折被子 折被子其實就是 改變你時間管理的一個習慣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契機 如果你會為他 這個花一點時間 起床折被子 那也就是因為什麼 你不會睡到8點5分 到最後一刻才起床 你會為了他而 早一點點起床 開始折被子下床 那折被子就是一個習慣 習慣的養成 你養成習慣 習慣會養成你 那第三個呢 是每天要花一點時間 投入在你自己 所興趣所愛的 人生苦短 不要都只做 客業上的事情 也不要做 要做一些你喜歡的事情 像我每一天最少會給自己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看自己的一些東西 大家都應該聽過李嘉童教授 就是阿童國的教授 我都這樣稱呼他 他很多理念是滿偏激的 但是我有一句話非常相近 就是 無目的的學習 你要大量的閱讀 你每天如果花兩個小時 你一年就有730個小時 你看了多少書 你看了多少書 那個效果是非常驚人的 我自己有偷看 我自己在圖書館目前借閱的書 我已經借超過300文 可是你說 欸我怎麼可能的時間看 書不是 有些書是可以精讀的 有些是可以 漫無目的地閱讀的 你可以只讀精藥 甚至你可以讀你喜歡的頁 就跟聖經一樣 我每天看聖經晚上的時候 看的時候 我都是隨機翻的 我都是random翻的 我看那句話會對我說 這句話對我有什麼概念影響 一來可以刺激你的 brainstomic 因為導力極大 二來是你可以了解 原來我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那談了時間管理 我就要談大家怎麼樣的記憶呢 其實我個人是偏向於健康 那每個人可能有早起煮 有人早上起來 或是念貓煮 那我相信大家進入大學 都是早睡早起 都是早上才睡 早上就要起床 去念書的比較多 那沒有關係 那以我個人自己的經歷 我以假日而言 如果我一天有12小時可以念書 我在早餐還沒吃一天 我會念理科 早餐吃了血糖 身高以後 會比較暈 我就會讀文科 下午也都是念文科 晚上的時間 我也是念理科 到10點到12點 為了要好睡覺 我一定會念文科 那這是我一個 這樣的一個 時間的一個安排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你SL最重要的是 投入時間 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不投入時間 不可能變成記憶 記憶也不會給你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狀況 那如何超比計呢 因為我也是現實時間的話 我還是推薦大家去說 江老師 如何吃 剛才有筆記法 他不是最有用的 但是他的確會告訴你 怎麼去做筆記 那大家會覺得說 我大學生幹嘛要做筆記 難道國外的大學都白癡嗎 他們這個 在康拉爾大學 這是一門課 兩學分必修 那 他們的大學生相對就比較聰明 沒有錯 我們的確是比較聰明 就是因為太趕票了 不腳踏實地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會miss掉了 那這也就是我們需要去 大家一起學習 那我覺得上課一定要超筆記 但我個人的是 超自己的筆記 我以前也曾經組過共筆 共筆團 但是你會發現到 會有進度的問題 會有壓力的問題 那其實最後會 你很難去協調這個團隊 協調團隊最好的方式 卻是從自己改變起 那你先把自己做好 別人就會跟你一起學習 那我覺得這是我對我自己的一個 經歷挫折以後發現到的一個事情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談的是 如何讀原文書 那其實我跟大家一樣 我也是很 不是很聰明的小孩子 那我自己到現在 一直走到 欸應該是上禮拜了 我才想通這件事情 如何讀 三分鐘可以搞定原文書 我也是到後來才發現到了 那沒有什麼絕招 就是這個字 目錄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看目錄吧 很少 可是我跟你講 目錄的威力非常大 怎麼說 目錄一定把所有的章節 跟細節 跟他的topic 還有他的 後面的引用的一些文字呢 關鍵 他都寫在裡面了 如果你會掌握到 他這個一個脈絡呢 你就不會跟我以前一樣 我都以前說 欸老師說我們開始唸吧 結果我們就跟著老師走走走走 結果老師會唸一唸 他會加速的你知道嗎 他會跳著加速 跟跳跳舞一樣會跳起來 那你就啊糟糕了 其他都要 outside reading 都要自己唸 但怎麼辦 沒有辦法 你最後就是硬吃 那其實你會覺得說 回頭想想 我對於這課 投入的時間跟學習 你會覺得沒有價值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學了什麼 我學的東西都是一個零碎的 沒有一個組織性 所以你如果自己目錄的話 你可以拿一張簡單的AirPods 你就會開始寫 寫什麼 我要唸什麼 我喜歡什麼 我先把它寫下來 然後不會的 就把它拉出來 像一個樹狀鼓一樣 把它圈起來 那就是未來 如果章節提到的話 你發現說 這裡沒辦法我自己 給我自己引發興趣 那就由老師來幫我引發興趣 我們只有間接因子 來幫我引發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也是老詞 可是我覺得是非常實際的 那就是課前要預習 上課要聽講 然後要溫習 那如果你有做過預習 高中如果有些人有做過預習的人 就知道說 這是一項非常具有投資爆發力的 非常具有投資效力的一項工作 如果你會做過預習 你會知道說 原來很多課程 根本就是你不需要上課 但是我不是不鼓勵上課 因為我還是會上課 大學 我自己很少翹課 但是還是該翹我會翹 對對 但是上課你要自己想 父母花了大把的銀子 給你花錢 讓你來讀書 不是教你不去上課 然後把錢交給教育部的 而是 不要讓那些教授 一個小時給650塊 讓他白賺 你一定要把他問到 然後藉由去問教授 或是說 上課我常不祈求 老師會給我什麼 我只祈求他會給我靈感 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你知道說 誒我會無意間想要一些什麼事情 我會把他自己做連結 有時候上課 我自己的心態是這樣子 那偶爾當然老師的筆記物還是會抄 他就像是在幫助我 再做一次 有一個有系統的一個整理 但是我個人也會先嘗試 我自己的整理 那在準備考試呢 我也是分三步驟 第一是模擬考 那這個模擬考的前提假設 就是 你已經有先預習過了 你已經有先看過了 或是你有整理過程 像這樣一個筆記 共筆以後呢 給自己一個時間點 你甚至可以刻意的安排在 誒 漢字下午一點 你就挑週末的一點 開始考 培養自己有個臨場感 我們說人會習慣 當你發現到你習慣那一點的時候 寫物理 寫深刻的時候 你真的在那個時間點 誒 你就是很有sensitive 你就會非常抓到到那個關鍵字 知道怎麼去寫 會泱泱沙沙五千劑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那第二是心理的一個培養 考試難免會緊張 會拉肚子 會身體不舒服 人的心是一個非常脆弱的 所以你要學會去哄他 怎麼哄 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像我自己喜歡吃巧克力 它具有凝晨的作用 或是說有人說 藉由去衝一下 或是去看個電影 像我自己非常喜歡考前看電影 然後讓自己就是忘卻那個時間點 你不會緊張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效能 那我自己還會喜歡 在考試前我不會去找到教室 我會先到外面 找個地方沉澱心情 再進教室 那第三個是我自己 個人一個辛苦的經歷 我真的不建議開業車 因為我以前有個很好的室友 他非常衝 他真的會開業車 而且開得很兇 那你也知道 人事很容易被影響 當他開桌燈的時候 你在睡覺 他念書聲會念出來 因為他算了 我也下去念好了 結果你發現到 89分跟90分真的沒有差 不要去計較分數 而是計較你學到什麼 這一點是我到大四才有一個 大三大四的時候 我就看開了 雖然同學都會看完像說 前面的學生可能會有分數強迫症 會有care分數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不會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學到什麼 我就寫下什麼 老師常會說 你寫的東西其實會有延伸的東西 那是因為我自己在做筆記的時候 我會去看看時事新聞 或是我會跟老師討論的東西 或是我會把某一刻的東西也寫進來 老師會說 奇怪 平常沒有人會去想到 為什麼會想到 可能就是我運氣好 我就剛好把它抓進來 就嚨一嚨 就變成一樣我自己的東西 那如何撰寫其中其末報告呢? 其實我沒有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用一個比較normal的方式 就是我科學的一個期間論文撰寫 那就是看paper paper其實給你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發 它包含introduction proposed material discussion 跟conclusion 跟reference 如果你能把這樣一個系統化的東西 老師喜歡的東西 就是學生有組織 那這是高中所沒有教的 你大學分組也好 或是你個人教報告 如果你是一開始就把 老師給你的 比如說標題學習 你把學習的一個外擴寫出來 接下來你寫 為什麼你要學習 學習的重要性 放在你的前顏裡面 分三層 再來去研究他的目的 對我的好處 或是對其他同學的好處 怎麼樣去做一個實驗的方法 去執行 然後結論個人的經歷結果 最後預期的改善 或是該怎麼做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很有系統的 層次的 對你自己的文章 那老師看了也會榮心大悅 你自己也會比較容易了解 你自己曾經做過什麼 但是我比較care的是最後一點 這也是我最近才想到的 引用文獻 引用文獻它其實 就是氣管系在所學的東西 就是學會管理 你對你的資料 會不會做建立 你對你的資料 會不會做分類 credification 如果你懂得你自己 把自己的東西做分類 做管理 這個東西你帶出去 帶出去畢業 或是帶出你的研究所也好 或是你未來的學習 或是未來的職場 對你的幫助太大了 因為你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你才會做歸納 如果你的生活 還是停留在過去的那個學習 然後我會很建議要學會 開始為自己做管理 那如何準備上台報告呢 其實我一直開始看到這個 哇 是不是真的要交報告 後來我想說不是 上台報告應該是要的 我先講的是口才的表達 那口才的表達 其實就是在講提升說話的藝術 那提升說話的藝術呢 口才呢 我把它只有三個基本條件 那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唸 第一個呢是融洽的氣氛 融洽的氣氛 融洽的氣氛 對 首先呢就像我們今天這樣 其實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我進來的時候 我是帶著削麵 你知道削麵是什麼嗎 那我們今天進來的話 看到我們就會帶刀 我們兩個在一起叫刀削麵 說很好吃有沒有 不是啦 其實我這幾天過的 也不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這個禮拜每一天都凌晨2點 所以早上8點以前都要起床 沒有我要負責去開門借遙控器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做 感覺身體會很累 可是我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你心靈上是愉快的 那這就是一個融洽的氣氛 那第二個呢 樂於暢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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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很好講得非常大字 樂於暢喊呢 有些人會說 欸 包商看起來好像不會緊張 或是跟他前面兩個 講得非常的桃桃不絕 為什麼他們不會緊張 其實他們也會緊張 但是他們把 他們樂於把分享當作一種快樂 對方就會把歡喜送給你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這個什麼 所謂的同流對不對 同流不是很過 同流 對不對 同流才可以交流 交流才可以交心 進而暢所欲言 那第三點 聽者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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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感覺得到 而且享受得到 我覺得這是聽者 這是這三點 應該要做具備的條件 那技巧呢 其實有很多啦 但是我比較可以的是 只有兩點而已 不用要求那麼多 第一個 表達要順暢 表達順暢就是你平常 就是你要re稿 你自己要有手稿 沒有稿的話 你上台你不可能講得那麼好的 連我自己都要re稿 不然你不可能會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流程 知道下一頁要講什麼 或是你等一下要講什麼 第四個是時間管理 我覺得我們不是名師啊 今天有訂一個時間 有一個dayline 你就要在那時間點做完 而不要超過 有很多人會覺得 他自己很了不起 可以超過時間 或許他可以 可是我們是學生 我們要做到 我們尊重別人 別人的時間 別人就會總的尊重我們 所以我自己 對我自己非常要求的是 我在時間掌握上 一定要很好 我不超時 我寧願快一點 那今天講這麼多呢 其實就是要你回去去執行 也就是要執行合一 那執行合一的第一個首要步驟呢 大家跟我一起講 練習 練習 那練習完了以後呢 練習 練習 對 那練習完了以後呢 還是練習 各位 誰跟你講說 今天你聽完 這麼多學長姐 跟你分享以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改善 你就飛黃盆大 你會跟我們一樣的 你今天萃取成功的人的一個經驗 只是為了要讓你了解成功的人的一個分享 但是你更要學會與眾不同 過去成功的人的一個經驗 可能是你未來失敗的一個總因 你們非常要小心 我們今天就在害你們了 我們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你們要自己懂得思辨 大學要教你們是獨立思考 不是一昧地相信任何人 我也不是叫你們懷疑所有人 但是就是你們要懂得說 這是真的我要的嗎 或是這不是我要的 這是我想要送你的 那就是Jack Volsch 他是奇異公司的CEO 他曾經講了這句話 那最後我送大家18個字 也是我做的今天那個Andy 聽過的會忘記 看過的會記得 你做過的 你就會了解我們今天所講的話 那我的報告就到此結束 那謝謝大家 這是我Facebook和Amazon 你可以我們再教我 我先停在那裡 喔 這樣我怕他抄起來 我會害羞 我會害羞 請問同學有有沒有提問 請問一下你準備今天的這個 上台這個準備了大概多久 報告還是 跟slide這些 到一個晚上 一個 就只要一個晚上 對一個晚上 如果是我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這樣講得太快了 我以前如果要準備這樣 要三天 可是我現在只要一個晚上 所有構思 對 所有構思 怎麼從三天變成現在只要一個晚上 你中間做過哪些 很密 非常好 謝謝這個 我以前 我以前 曾經 做過很多的 不同的報告 我就跟這個 前面的學弟一樣 我都是喜歡當報告的那個人 那我喜歡報告是因為 我很喜歡跟人家講話 然後我很喜歡分享 但是一開始都亂講 所以人家覺得你在哪賽 沒有錯 我就是想哪賽 怎麼樣 沒有辦法 可是 你講久以後 你會發現到說 哪些話是不該講 哪些話是要講 你會抽出來了 然後你如果有做功課 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有些話是不要講 你慢慢 你會慢慢過濾 你會時間 時間會越來越快 會濃縮 你的越來越精華 講的東西就會越來越明顯 主題就會很鮮明 那自然你的速度 在做東西的東西 你會知道說 哪一些是我該給 哪一些是不該給的 那你會因為時間的限制 或是人數的要求 或是怎麼樣 配合不同的人 去做不同的事情 有點類似見人說人話 但是就是要這樣 好 不知道還沒有 要那個 其實我覺得 前面兩個已經講得到 超多力 就幫我做Ending了 對啊 我想請問一下 一張好曾老師的課 他上課中提到吧 還是他的課 他上課中都會提到 是的 所以他可以修 如果不修的話 我也可以去PDR5檔給你 放在後面 我很怕你們會來出這一招 所以我自己把它 截錄下來 就是長這樣 可以放大一下 好了 謝謝 其實他就是分三個部分 就是 他讓你記憶說 像電報式的記憶 然後你左邊的欄位是一個 note keyword 就是提醒自己 當你要複習的時候 把右邊折住看左手邊 可是我發現他其實對我沒有效果 因為我還是會把右手拿掉 我是左臉子的欄 他改成叫question 你會留給自己一些問題 上課就是要為自己問自己 我喜歡自問自答 有點風質 可是這是一個好處 因為你會知道說 這個章節 我自己可能是高中學習的時候 受到補習班的教育 就是舔牙齒 他就跟你說 你就這樣做就對阿 然後他就會先寫很多題目 我們以前高中最喜歡算數學物理 我物理超爛 可是我就是一直算題目 那雅神我這個習慣就是 我與其自己在看整理 不如我看題目 然後再對答案 我自己會有一個想法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嗜好 不見得跟大家都適合 對 那這是他的一個背景 對 然後他背面會留空白喔 這個火葉子 他背面是留空白 為什麼 你要改阿 或是說你要補充阿 都放在背面 甚至是放在另外一面 但我自己是放在背面 大概是這樣 學妹有沒有問題阿 今天我要特別的 沒有啦 講得太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這樣講很好 家具可以就 不是阿 其實你也可以 大家 那我問一個 就是因為我上台都會緊張阿 阿你說就是 想說就準備一個晚上 可是我也是同樣就是 我是準備差不多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甚至背說自己要講什麼 但是上台就全部忘了 不能背 不能背 我問什麼 因為你背就會忘 因為你背的是別人的東西 你在整份裡面一定有 大概有一半以上 你是覺得你是整理出來的對不對 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有沒有這樣子 不是 就是自己先寫好之後 自己要講什麼 然後就背下來 可是上台就又忘光了 那你就是真的是緊張 那沒有關係 從最基層度的 你一定是看到眼神 你會害怕 如果你看到人會緊張的話 先看遠方 就是你以為我在看你 可是其實我是在看那個白色 或是看天花板 今天我們要報告的是 就是你要讓你的一個東西 是聚焦在一個東西 或是你看美的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人很漂亮 或是看到一個帥哥 你就盯著他看 好像你在對他說話一樣 這樣就好 你不用忽視其他人 就是忽視其他人 不在不在不在 我跟你講 這是一開始 我一開始也會這樣 我就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一開始都會在台上先找正面 就是 欸 然後找到 欸我今天 下去講的時候 他有一個覺得說 欸你剛好在對我講話 沒有錯 我是在對我講話 因為我會緊張 我至少這麼做 對我會用這種方式 那久的話你會習慣 那可能也是我自己 比較出線條 跟我個人格特質很像 因為我很大辣辣 就是 我十個人也講過 三十個人也講過 一百個人也講過 我十個人也很傻的 曾經在五千人面前講過話 那你講久 你就會發現其實 對十個人講話比較可怕 對五千人講話不可怕 因為五千人是禮堂 他登錄暗 你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講話你就隨便講 你好像一個人在唱歌一樣 可是對十個人講話 你會很搖 因為他是近距離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先 對一個人 對多一點的講話 隨著參加社團啊 那種多人講話 你不會害怕 這是我的經歷 可是你不會越講越緊張嗎 就想要趕快下來 越講越緊張會不會下來 因為他死就是 他比較會緊張 就是越講到後面就會越緊張 就會想要趕快下來 這一點我已經有這樣發生過 就是 可是因為 這點讓我從某一個老師身上看到 因為他會講話非常快 他會說他錄音帶到處 講太快 然後他會變 所以我會發現到說 你會知道哪一個時間點 學會抓準的話 哪一些該快 哪些該慢 你自己去控制那個時間 就跟彈簧一樣的話 其實 你只要告訴自己說 一開始有個習慣 我會講為什麼我會代表 就是我會看時間說 我已經講多久 比如說我已經講十七分鐘了 那我會講說 我該換下一張了 那你就不會害怕 如果後面時間要越強越快 因為你說 我還有很多時間 不用緊張 所以學長是怎麼練習和客服 就是這種上來會緊張嗎 就是 你可以問你後面的學長 他曾經當過我的試驗品啊 就是我對他講 找一個你的知己或室友 對他練習說 誒誒有沒有空 沒有空也要有空 不然 不練習 你知道 就是我對著他講 然後 看著他會不會覺得很無聊 如果他覺得你講話很無聊 你知道你一定講的東西太多 不該 關緊要的事物 那 如果他覺得誒 那你就知道你講太多了 那他覺得他很有興趣 這樣也不行 因為他會問你問題 所以你要取一個平等跟取捨 那可以先從我的室友做起 或是你的好朋友 謝謝學長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陳彤大臣 謝謝